老山滩 印度的老山的滩 对 开始白了 这是现在的最金贵的这么一种物料 多少只龙啊 九只 这叫九龙啊 一直看挺好 没跑 你看都是多的一样 这是哪个年代的呢 轻中气吧 轻中气的 对对对 何以见得呢 小展国去都说在广续来了一只欢一君 开黄 最后就是挖了一趟世界鸣喝 哎 叫马喝就 马上街喝 世界鸣喝 对 开始就 对 开始就有了我们的小展道 这个东西是从谁说 都是从他这个欢军的降临 最后这个欢军走了 这个东西是从他们家的弄来的 弄来人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二十六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哎 不是这样的 没了 哎 接着 接着挂去 这都是真事 走开你一讲 没了 哈哈 这好东西啊 有好多不孝 小言 杀绝 白粗不亲 你看这个东西 你搁得捂了蚊子 他不来了 现在人最初头的长郎 看见他走一个字 远 好啊 你知道吗 安身 安身的啊 你看两头人搭仗 搭不起来 搭仗的时候 一看要起来了 站着 过去问问 好了 皇上胜道歉了 没了没了 坐起来 说话 您能听 您能听 就是先生的这个收藏品啊 质地皆用 因为文了啊 气味芬芳 应该是属于国宝级的一个真具 真具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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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了 我小赞的 小赞的 灰球我都请你 美女 谢谢 说还是这样说 刚才叔叔说的这个故事吧 让我特别感动 尤其是这一口的家乡话 就从他处在小赞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的 你还需要专家奠定吗 不再说 再说 人家没说 就中鬼是骂的 这是 圈味 来 有请 一闻了 头晕了 晕了 多少斤 三十六公斤 刚才啊 综合您讲的这些故事啊 证据呢 着不着了 人都没了 对对对 上大扫 你这件呢 细细看来 它分两个组成部分 一个部分是上面的一个颅翼 颅翼上面又有九条龙 是吧 九龙双头颅翼 底下是一个底座 下面的底座呢 有四个角是平的 印度老三乡 有没有这样的分量 有没有这样的单刻的 这么直径 有没有 没有 印度老三乡的话呢 它是檀香里面 最好的东西 香味浓越 经久不散 这么大的一个老三乡了 周边的常有都会问到鸡尾 那么这个呢 至少浓越不够 老三乡它的颜色 是淡淡的 淡黄色的 也不是这个颜色 所以 这个是目标 不是香料做 做工 应该是做得比较好的 九条龙啊 残序在上面 但是清代中旗的颅翼 有没有见到过 如此大的颅翼 两头颅翼 要保护 汤医啊 您先要闹清楚它的功能 汤医先是拿的 后是摆的 这个中进的时候石宠 拿铁汤医把珊瑚击碎了 这是汤医出现最早的一个点路 那么这个如意肯定是拿不了 只能摆 换言之这个如意 乾隆爷那儿往外一端 对吧 这肯定给乾隆爷也惊着 历史上没这么大个的家伙 都是现代意识 有大楼之后才能有 鉴定结束了 结束了我总弄走呗 没办法弄动法 现在别扭 俩次别扭